理工三分相依政策的情意一直都有 今天有何學生團體公佈一份 學生營業學生的調查機構 何有政府應該重新檢討這項政策 呼籲行政院應該要全面的來重新檢視雙語政策 並且英文好 要求我們要學習英文 並不等於雙語政策一定要上軌 一定要透過雙語政策 才能夠達到英文學習的目標 學生團體是共調中英文跟 日本其他學科可以來提升學習英文 統計的學生 其實有這麼多的比例 營業都算是好的 因為這項政策是在押扎 就對到英文比較慢的學生 所以要求政府要聽學生 孩子的意見 重新來檢討這項政策